列王记下第十八章 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和西亚在位第三年 犹道王雅哈斯的儿子西西加登基做王 他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九年 他母亲名叫雅比 是萨加利亚的女儿 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的祖宗大卫一切所行的 他废去秋坛 打碎神柱 砍掉亚瑟拉 他又打碎摩西所做的铜蛇 因为直到那些日子 以色列人仍然向他焚香 称他做尼乎世代 他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在他以前或以后的犹大列王中 没有向他的 他忠于耶和华 没有转离不跟从他 谨守他的吩咐 就是他曾吩咐摩西的 耶和华和他同在 他所有的征战都得到成功 他背叛亚述王 不再臣服他 他攻击非力士人 直到加萨和他的四境 从少战以至设防城 西西迦王在位第四年 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 和西亚在位第七年 把他们洗至在哈拉 哈伯河 和哥散河 以及马代人的城里 这是因为他们不听从 耶和华他们神的话 违背他的约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的一切 他们都不听从 不遵行 西西迦王在位第十四年 亚述王西拿基利 上来攻击犹大所有的设防城 占据了他们 犹大王西西迦 派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 我有罪了 请你离我回去吧 你们加予我的处分 我必承担 于是亚述王罚了 犹大王西西迦 九百公斤银子 和一百八十公斤金子 西西迦就把耶和华店 和王宫宝库内 所有的金子都给了他 那时 犹大王西西迦 把耶和华店门上 和自己包在门柱上的金子 都刮了下来 给了亚述王 亚述王从拉吉派 塔尔探 拉伯萨利和拉伯沙基 率领大军 往耶路撒冷 到西西迦王那里去 他们就上来 去到耶路撒冷 他们到达以后 就站在上池的银水道旁 在漂布地的大路上 他们呼叫王 西勒家的儿子王公总管 以利亚静 书记摄伯纳和亚萨的儿子 使官 约亚就出来见他们 拉伯沙基对他们说 你们要对西西迦说 亚述大王这样说 你所倚赖的这种防御 算是什么呢 你说有作战的智谋和能力 只是嘴上空言 现在 你依赖谁 才背叛我呢 你看 你依赖埃及 这压伤的鲁尾 做的手杖 人若是倚靠他 他必刺入他的手 把手刺伤 埃及王法老 对所有依赖他的人 正是这样 如果你们对我说 我们倚靠的是 耶和华我们的神 西西迦不是曾把他的 秋坛和祭坛废去 又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说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 这祭坛前敬拜吗 现在 你可以和我主亚述王打赌 我给你二千匹战马 看你能否派出祭兵 来骑他们 否则 你怎能使我主最小的一位 臣仆 转脸逃跑呢 你竟然 依赖埃及 供应战车和战马吗 现在 我上来攻击这地方 要毁灭它 不是有耶和华的意思吗 耶和华曾对我说 上去攻击那地 把它毁灭 希勒家的儿子 以利亚静 摄伯纳和约雅 对拉伯沙基说 请用亚兰语和你的仆人们说话 因为我们听得懂 不要用犹大语和我们说话 免得传入在城墙上的人民的耳中 拉伯沙基对他们说 我主派我来 只是对你的主和你说这些话吗 不也是对坐在城墙上 和你们在一起 吃自己的粪 喝自己的尿的人民说的吗 于是 拉伯沙基站着 用犹大语大声喊着说 你们要听亚树大王的话 王这样说 不要给希勒家欺骗了你们 因为他不能从我的手中解救你们 也不要让希勒家欺骗你们 去信赖耶和华说 耶和华一定会解救我们 这城必不会交在亚树王的手中 不要听从希勒家 因为亚树王这样说 你们要与我和好 出来向我投降 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树 和无花果树的果子 喝自己水池里的水 直到我来带你们到一个 向你们国家的地方 那地方有五股新酒 粮食和葡萄园 橄榄树和蜂蜜 你们必可以活着 不会死亡 不要听从希勒家 因为他误导你们说 耶和华必解救我们 列国的神 真能解救他们的国土 脱离亚树王的手吗 哈马和亚尔巴的神在哪里呢 西法瓦音 西拿和以瓦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可以解救撒玛利亚 脱离我的手吗 这些国家所有的神 有哪一个曾解救他自己的国家 脱离我的手呢 难道耶和华能解救耶路撒冷 脱离我的手吗 众民都不出声 一句话也不回答他 因为王吩咐他们 不要回答他 当时 王公总管希勒家的儿子 以利亚敬 书记 摄伯纳 和亚萨的儿子 史官 约亚 来到西西家那里 他们的衣服都撕裂了 他们把拉伯杀鸡的话 都告诉了他 这些国家就放在这边 让他把拉伯杀子 原因不出声 是 思识 这一句话 很彙